摄影师出门拍照七七八八要带一大堆的东西 少一样都拍不成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 必须带的东西 它甚至比你的相机镜头 甚至比你的眼睛更重要 就是这个 欢迎收看彩蜂摄影生活杂志 我是大马猫本 摄影师出门得带脑子 大家配合一下 如果在您的键盘上输入NZI 看出来是什么两个字 我为什么想说起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前些日子 我这个朋友圈微信特别的热闹 好多朋友给我发 大猫老师 这个月有超级雪月 你要不要拍 首先我没拍 你看超级雪月这事 经过这些公众号自媒体包装 你觉得特戏剧化 特别的百年不语 再不拍就错过的这么一件事 如果要跟你说 今天有月圈石你会拍吗 我觉得很多人就不感兴趣了吧 月圈石和雪月 这是一回事 没错 你看为什么会有月圈石 就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 然后月圈绕着地球转 当这个三个星球成为一线的时候 地球的影子就会把月亮给盖住 这时候就会造成这个月圈石 但为什么会是月圈石是雪月呢 因为阳光穿过地球的时候 它的光线经过地球上独特的大气层的吸收和反射以后 其他的颜色被吸收了 只剩下红色可以被穿过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出日落 太阳是红色的 为什么月亮在升起来的时候 带一点点淡淡的橙色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咱们看到的月圈石不是一个纯黑色的 而是带一些红色的这个效果 这就形成了这个超级雪月 月圈石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天文现象 每年几乎都会有 而且有的时候会出现两次 而且发生的时候 全球的人都可以看到 每次持续的时间 最长可以达到30分钟 对比像这种更珍稀的日圈石 日圈石只有在特定的几分钟 在地理带上的人才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互联网发达 我觉得是好事 大家足不出户 就可以查到这些精确的信息 未来几年发生的月圈石日圈石 在网上精确到几分几秒都会有写 但是这也导致了互联网上各种信息 什么样的信息都有 真的假的 你看那些不良的公众号自媒体 就把这个很常见的月时现象包装成超级血液 他们是为了流量 但是不明真相的朋友 为了这个自己还专门买了畅调镜头 大冬天的去拍一场这张照片 我就觉得不太值得了 说起网上这个不识信息 月亮这主题是一个重灾区 超级月亮这事你听说过吧 说这个月亮因为它的轨道不是圆的嘛 在某一天月亮是离地球最近 你看到本世纪最亮的一个月亮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我还将信仙信了一下 到后来我发现超级月亮年年都有 的确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天文现象 因为月亮的轨道它并不是正圆 它有离地近的地方 也有离地远的地方 离地近的地方我查了一下 大概是三十五万七千公里 远的地方大概是四十万一千公里 用处法算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相差了百分之十二 也就是距离一个是一百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八十八 我们在现场没法给您做演示 这差的百分之十二面积有多大 因为是白天嘛 但是呢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 让大家看一下这中间的差别 到底有多少 我现在模拟一下近地轨道 百分之八十八和远地轨道 百分之百那个状态 我从这块走一百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百 卧槽 这么远 那是摄影师 哇还是真够远的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 就是远地轨道 也就是距离最远的百分之百这个距离 肯定太小了吧 咱把镜头拉到四百毫米 这是我在远地轨道的模拟的距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张脸 大了百分之十二 会是什么样 我往前走十二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往前走呢 眼前的景物的确变大了 但是大了有多少呢 我现在模拟的就是近地轨道 也就是近了百分之十二这个距离 大了百分之十二 的确是有差别 但是差别能有多大呢 咱们自己能看到结果 咱们拍月亮的话 都是用长焦镜头 还有相机 对吧 长焦镜头我之前用的一百四百 现在这两年发布镜头 不是五百就是六百 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甚至百分之五十都不止 像素给我们提了 两千四百万 四千八百万 甚至到了六千万像素 都翻倍了 对于科技进步 带来这种效果的提升 翻倍的提升来讲 月亮大了百分之十二 我觉得真是微乎其微 您自己想练习拍月亮 无可厚非 但是呢 我觉得大可不必非 追这个超级月亮 您找一个满月的天气 观测条件好 空气透 周围没有环境污染 我觉得出来的效果 一样不差 对吧 我觉得这个 公众号自媒体 去忽悠超级月亮这个事呢 为了流量 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 但是我是比较心疼 不小心被忽悠的 这帮观众和喜欢摄影的朋友们 自己买了一些 不要用不上的器材 而且呢 大冬天 顶风冒雪 夜里冻的流鼻涕 就为了拍一张 非常常见的这个画面 我替大家有点觉得不值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超级雪月也好 超级月亮也好 不管是危言耸听也好 还是天然枷锁也好 它好在还是客观存在的 对 拍拍拍有你 但是有些东西 那就变得越来越不靠谱了 比如像塔斯 马尼亚这个激光 我说的有鼻子有眼 然后还拍一声照片 满天绚丽的这个激光 漫天飞舞 最后好多朋友说 大冬老师 你去组织 咱们去塔斯马尼亚拍激光吧 我觉得这个查了一下信息 于情于理都不靠谱 先说是于情 如果说这个塔斯马尼亚激光 是一个这么好的效果的话 我就问问 为什么你找遍了 所有的澳洲的主流媒体 近十几年 没有一个主流媒体 或者旅行社 把这个看激光 做成一个旅行的项目 你看啊 去欧洲看激光 距离远花费高 加门口明明就能看到 这么好的激光 大家为什么舍近求远 还要去北极 那就说明加门口这个不靠谱 第二一点 就是于理 您仔细看一下 那些公众号贴出来了 漂亮的激光 那激光的角度就在脑壳顶上 而且再加上地面厚厚的雪 那明明就是北极嘛 根本就不是塔斯马尼亚的 地貌 拿出别人的照片出来 这就是诚心去骗人了 那再说第三个 我在网上 Facebook的确是看到有一些专门追激光的人 这个群组的话 大概有几千上万人吧 的确也有人拍到激光 我身边的也有朋友拍到激光 但是你看他们拍到的激光 以我的技术分析 跟旁边星星的亮度做对比 那发现都是长时间曝光 才可以拍出来的激光 如果你仅凭肉眼是绝对看不到的 而且你别忘了 这是在激光大爆发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的效果 所以这个跟真正的北极光大相径庭 说到这儿就是想说最后的咱们摄影师出门 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带脑子 我觉得摄影师最重要的就是观察和思考 你看摄影师跟这个文字的创作者还不一样 文字创作者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天马行空可以创造出 描绘出一个不存在的世界 但是摄影师他做的唯一的件事 就是用相机记录真实的世界 你要用你最敏锐的观察力 找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然后再配合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 变成照片呈现给你的观众 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 好吧 这个就是想跟大家说的 咱们作为一个摄影师 千万不要跟风 保持自己的观察力 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摄影师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大马猫本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